养了一个星期的凌华 极品双爆面板 锻造武器 四冰套 防御头用来凑四件套 一命但是和宁命没什么区别 天赋都拉满了 圣衣屋只有两个精通不见的外页 宁命 正常配装的罗沙尼亚 讨龙千言巴巴拉 正常配装的小草神 一命但和宁命几乎没区别 正常配装的咸秋 抱上有点臭的阿人 大毕业武郎过于超模 太举切到巴巴拉普攻挂水 然后切凌华吃桃龙 万叶开大扩水 罗沙尼亚开大冻结 万叶长翼扩冰 凌华开大千掉第一波 罗沙尼亚战绩充能 然后就是正常的扩散 加A中带走第二波 第三波和第一波同理 切巴巴拉挂水 凌华吃桃龙 万叶开大扩水 罗沙尼亚开大挂冰 万叶扩冰 然后找一个好的角度 同时搭三个 期间巴巴拉重击补水 接着就是给凌华充能 一般这时候冤上都会开盾 有大招就对着冤上开 不用管旁边的两只大狗 他们会主动过来送 巴巴拉战继接普攻 迅速破掉火核心 巴巴拉战场破火盾 下半开局往右边跑 三个铁三角会着动聚拢 然后就是正常的流程输出 第二波直接跑到小龙心面前输出 第三波贴着墙角 草神提前拍照 至少会有一只秋秋游侠跑过来 盯着他输出就可以了 不用管秋秋王 注意躲避秋秋王的杂地攻击就行了 干掉一只秋秋游侠 马上去攻击另一只 轻松满心 第二剪下半迅速接近其中的一只火枪手 慢慢给凌华充能 万一把他们四个聚到一起 然后凌华A中带走 这里少聚到一个 不过没关系 时间很充足 第二波空游侠和之前一样的 巴巴巴挂水 万一开大扩水 然后沃沙尼亚刮冰 万一扩冰 凌华开大 万一长一聚到一起 接着就是凌华正常A中 下半没什么好说的 纯打庄只要注意一点 飘翠脚隐身之后 草生的印记会一直跟着它 我们找到印记 然后用激化反应破影就行了 第三件上满 注意一点 杰德是带油 持之之水 buff的 在把它嘎掉之前 几两勺放进了 第二波没什么好说的 万一站在它们中间 聚怪就行了 镜里如果有逃跑的趋势 就把它冻住 然后凌华大招 尽量打三个 A中带走镜里就行了 下半两个呆瓜龙西 也没什么好说的 用大招无敌针 躲避失能球就行了 尽量让它们两个 在短时间内光使死亡 有行秋的缅伤 和九七仰的奶圈 它们的伤害 就像在脑痒痒一样 人们的感觉 伤害 更大 近日是 可是 你不计划 你不要 有路 一简直 操掇 把 资源 看 你 了 带 看 不 看 有一点 看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能帮到你的话 希望点个赞支持一下 以后我会出更多的低配深渊视频 以及宁可挑战心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